看看新闻网 如果有一个考不上的话 就结束 这段感情就结束 大家都不来了吗 这段感情就结束了 对 谁没考上吗 来来 老公说说 两人都考上了 都考上了 两人都考上了 都考上那挺好 那就步入正轨了 步入正轨 但是她就一直不求婚 怎么回事呢 对 她就一直不求婚 真的个性 其实一直就想问你 你为什么当时一直不跟圆圆求婚 圆圆等很久 而且她们两个人的认识 是因为一起去练一个舞蹈认识的 所以我在现场 会让她们跳一支舞 圆舞曲 圆舞曲 当时为什么就一直没有求婚 圆圆给过暗示吗 当时 一直没怎么有暗示的 然后我是一直在精心地准备 你其实是在准备 是啊 就她被你抢先了一步 一不小心被她抢先了一步 被她战绩入主动 那你有没有告诉她 其实你在准备呢 不是 告诉她 就没有那个精细的 就没有去看看 就是你本来准备是要准备怎么样 对 对 当然 准备的可能没有我老婆给我准备的那么惊喜 就是 你就准备好钱 就是现在明镇局领个钱大家多少钱 我那也没经验 就几块钱 9块钱 9块钱是吧 你就准备好18块是吧 不过两个人9块钱 两个人9块啊 对啊 还不去你 你还想有便宜啊 你是领一个啊 她去人 你还想18块钱啊 不能人运一云嘛 别车远 我们接着问圆圆 圆圆当时你知道她在准备吗 我不知道 所以你们彼此都是瞒着对方的对不对 对的 那你是为什么决定要在现场向她求婚 这两人是使命似乎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两个人就已经就是家里人商量要结婚的 本来就是今年要晚婚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 我好像没有经历过好像像电视上那样的 然后老公求婚 然后我很感动 然后就这种的过程 然后 那你有向她暗示过吗 对 其实 其实应该你如果你想享受这个过程 向老公暗示一下对不对 暗示那个意思不对 暗示对啊 你比如说礼拜六晚上看着东方卫视 那个我亲唱 看人家多好 看人家 看呀 你就明白了吧 你最不了解女孩心思 女孩是希望老公主动想起来 我倒是没有暗示 我都明说 你明说 明说她还不叫你的意思 我就说 老公 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都快结婚了 对 她总就是说 会的 再计划计划 给你个惊喜 她在背后再绸缪呢 就是 然后呢 有一天我就看到 我新唱响这个节目 当时心里一阵激动 机会来了 对 我就脑子想 她播出的时候 她播出的时候 我心里那个很难 你知道吗 你问的是什么呢 我问的是 我说 直播点不掉 我刚才想的 我们的slogan叫做 说不出情感 请大声唱出来 对 我说现场有没有学医的朋友 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情感会说不出来呢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有没有学医的朋友 你这份问题也真够烂 她跟她播两人都举手了 带你来的那个是你的同学 还是你的 同事 现在算同事 那个是学运动医学的 我就先问了她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您是学哪个科的 她是哪个科的 她说 我是学蜜尿科的 那个是不管说话那一块的 我觉得是一样的 本质上都是憋着 憋着会出事 所以就一定要 然后我就问她 你觉得 她说很好啊 怎么怎么怎么 她说应该说出来啊 我说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要说出来的是谁 她就给听到 很自然到很惊讶 你那个时候 真的一点都没感觉到 下一个中刀的 会是你吗 中刀 一点都没感觉到 你还真以为她 她觉得我跟她在探讨 这个问题 不是 针尖 针尖的时候经历了很多 就是林海 她提问了很多人 所以说提问到我们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这种问题 其实我看出来 我觉得这个节目 最难的不是导演 不是编导 也不是求婚求助 最难的是主持人啊 你要一直要绕绕绕 还有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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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得 其实在我们的录制现场 她不能让她看到她一瞬间 在出场之前 坚决不能看到一瞬间 对不对 媛媛那天躲什么地儿 我当时瞒得很苦的 我瞒得很苦 我为什么要请一个同学来呢 就是我害怕 我跟她讲 我们来看一下节目 非常好的一个节目 然后上午的时候 我就到台里来了 然后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上午 学校里面有事 可能来不了 然后我又害怕 她来了之后 她看 你不在 那我就走了吗 她就走了 然后我说一定要去 我跟人家签好合同了 一定要去的 看节目还要签合同 第一次听说 没听说过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老公是个老实人 这种谎 估计骗不了我跟金伟 绝对 看节目还要签合同的 如果不来 或者半路走 的话 再赔钱 我们俩肯定问了 这个合同 给你多少出场费 我现在觉得 每次来到这个 我心畅想的观众 已经是包受煎熬的 又指不定你给我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所以今天也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一旦 踏入到我心畅想的 这个节目的现场当中 一定要想好 下一个重刀的 可能就是你 就厉害 会把麦克风逼到你的身上 今天我们这节目之后 好多来的观众 只要一有人跟他说 来看这节目是要签合同的 基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一招就不管用了 就像我们已经把点抛了 我想说的是 从一对 你说 你学的是哪个科学 也是学医 也是密尿科吗 不是 眼科医生 这一上一下 对 上下 我们都说 从热恋开始到结婚 到这个享受婚后的幸福 与其说当中 黎西亚说是一个原物区 我觉得是 从进行区到原物区 再到小夜区 其实我们很想愿意 来分享一下婚后 你们俩平静 这个生活当中的闪光之处有吗 其实我们两个人 一路走来 经历了很多的就是 关卡吧 包括考研 面对找工作 两个人就是 我的脾气就是比较急一点 然后呢 就是 太过来了 求婚这事你比较急 这两人互补 一个爱憋着 一个就是要被 爱释放 对 然后我很任性地 经常惹她生气 就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我还惹她生气了 今天怎样爱日生过气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什么事 没有生气 你看 这老公根本没觉得 我怎么觉得我生气呢 没有 没有生气 因为我们可能地铁就是 有点那个 我们搞不清楚啊 然后我就让她 你快点 你快点 然后她性格是比较慢的 我觉得她挺稳重的 对对很稳重的 然后我就嫌她慢 然后她就嫌我快 然后两个人就 你们就是小白兔 和小乌龟的这种结合 我还就是小乌龟 对啊 就兔子总是冲在前面 在圆圆面前 在圆圆面前 你必须稳一点 她这种性格呢 你必须就是跟她 小伙慢慢顿的这种 在后面是拽着她 我懂了 其实圆圆就是天空中的 那个风筝 你就要在后面 拉她的那根线 随时要拽一拽 其实这也是恋爱的感觉 对对对 我很想了解一下 生活当中 你对你老婆说过 我爱你吗 说过的呀 真的啊 说过 他那天在现场 他也说的 在现场也有说 其实我觉得 学医的男生 一般呢都是 还比较内敛的 而且中国人的情绪的表达 也是比较的羞涩的 你平时会做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就说说在你老婆 印象中 最为浪漫的一件事 你真的有做过吗 浪漫 你懂浪漫吗 分别是老公先说 然后老婆说 看看是不是同一桩子 对 三二一开始 没有 就是曾经即将有 但是呢 他暗暗筹谋的时候 被老婆抢先了 对 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 是他本来认为 我做的 为老婆做最浪漫一件事 对 没想到就是那个 龟兔赛跑 乌龟落后面了 对对 老婆说你有吗 你感觉到过吗 其实我们两个人 就是不是那种 很利于表达的人 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然后我们两个 就是平时白天的工作 都非常 然后可能某个 空下来了 就是一段时间 几分钟空下来了 然后 我有的时候 就突然想他了 我就会给他打个电话 然后打个电话 我说老公 然后他那边 什么事 我在手术呢 我在手术呢 我在忙的 我说没事 我爱你 哎呀 太浪漫了 真的太浪漫了 这一点 你必须向圆圆学习一下 我当然 我觉得不是说 这三个字 还是得常常挂在嘴边 但是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说一说 不是主持人 你刚才问我 就是说做过什么 很浪漫的事情 我真的一下想不起来 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但是 浪漫不一定等于 轰轰烈烈 其实像这种 就是圆圆刚才 举这个例子 这种的小事情 我们平时中国人很多很多 你看 因为他已经习以为常 并不觉得 这是什么 值得拿出来说的事情 可见他们的生活 没想到 医生原来也是 那么浪漫的族群 医生必须得是浪漫的 为什么 因为面对的生老病死 如果他不能够 以一颗温柔和浪漫的心 去面对这些病人的话 医生是做不好的 那我想问你 所以当我们在看病的时候 如果医生说 对不起我打一个电话 我们要有耐心 说不定他正在跟家人说 我爱你 那我不知道医生 能不能像我们一般人 那么 我是指一般 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歌唱演员 很奔放 医生也有奔放的一面 对不对 我能不能作为他们两个采访的一个结尾 医生勇敢的当众热吻一下 哇 真的你要吗 我想想在那一集节目里面 有没有过 应该没吻 是啊 应该在现场没吻 本来想让他们吻的 后来李雨春出来以后 我把这事给忘了 所以李雨春上 sorry sorry 那你们现在就kiss kiss吧 七夕情人节 你们来吻完 我来念一下微博对你们俩的这个评判 好 在爱的名义下 两位医生 来来来 我们来欢迎丁伟红 罗媛媛 来亲吻一下 爱森老师 浪漫的音乐 哇 哇 真好